各种方差 各种离散度这些问题 我们其实最方便的是用可视化的工作去做 但是可视化呢 其实需要我们中间的这一大部分 就是我们对用户的具体的一些理解 那包括我们漏斗路径一些分析 包括我们对列的一些分析 包括我们对用户的一个具类和用户画像 那这两个其实是互相交叉和结加 形成我们可以基本上形成 我们整体的这个分析思路和套路 然后分类预测这一块相对的比较复杂和进阶一些 那因为它其实里面会涉及到一些 这种相关的模型建立的工作 和一些这种积学的一些数据开发 但是我们在这里会介绍一下整体这些思路 帮助大家理解说怎么样去用在什么场景 那对每一个工具里面 我其实都会讲到一些小的场景 让你大家努力的和自己的工作去做一些串联 那第一个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可视化分析 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 不管是你是不是做业务 你还是做数据 那其实都会涉及到一些做图 做表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怎么样能看出你的一些这种分析的这种深度 能够把问题讲清楚 那我觉得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基础的原则是这三点 第一个就是叫做为受众制定你的故事线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你是给谁来做这个数据的 那不同的比如说你要是给C-level 就所谓的C-level就CEO啊CEMO啊这样的一些人去讲 或者是比如说你的支行封行的这种领导去汇报你的工作 那其实所信的原则就是你抓大放小 这是尽量的汇报刚才的核心指标 比如说我们刚才最开始的那个讲的 那你里面我们汇报了说 每这个东西每提升1%对你的这个GMP的贡献是多少 品类每多一个你的这个你的这个GMP的用户的价值会起成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故事线来听这个东西的人 最关注的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核心指标 那底下的其实我最先给大家看的反而是后面的细节 你再去看具体的数我怎么样怎么样去论证 我这一开始的这个核心结论 所以这就是一个故事线 有更多的这种去聚焦在高层的这种决策 那第二个就是你突出你要讲的重点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做这种图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我们放了一大堆的数 但是呢你会给很多看的人制造一个障碍 就是去讲清去需要时间去解读你的图 去看不清楚你要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数是在哪 就是很多时候做图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才是我们日常中比较会 大家会想问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图表 其实我个人感觉如果你第一有非常明确的故事线 就是我要给谁讲这个故事 那我整个的这个故事线的第一 你看我的这个稍微往回跳一下 你会看到我的这个这个图里面 其实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结论是什么 其实我的结论核心的结论 第二我的数据图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我会叫什么叫突出重点 就是在这里就其实一个是一个柱状图 我会在这里highlight一下 你会看到这两个的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是深蓝这个是前蓝 那我通过这个来讲清楚说 我的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我的故事线 这个就是我的图 其实非常简单 选择的图非常的简单 大家其实平常都会做这种组装图 那个关键是背后是有很多这种 第一你有数据的思维 第二你到底想讲什么故事 就是核心的概念是 结论是非常集中的 那再回过头来 看一下这个三个原则 第一指定图线 第二突出我们重要点 第三呢选择核实图表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最简单的 就是选择核实图表里面 就在这里面这张图 大家可以 其实也是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张图 在这里面我只是简单的 来介绍我相信我们有 根据这个课前的调查 其实是有很多同学 有因的数据的基础的 我的重点不在这里 给大家讲基础的图 这基础图我们只是介绍一下 就是把握一下你的思路 不是从旁边到中间 而是你要先想清楚 你要展示什么 作为我们的同学先想清楚 我要在这里面讲 是比较不同的组 还是说上一个时间的趋势 还是讲一些分布地理的 还是讲不同的事前之间的联系 还是讲一个总分 大体上你会有这种五种最基本的分类 有些图其实是各有 就是既可以看趋势 也可以看一些这种总分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柱状图 其实是在少数分类里面 你其实也可以看趋势 你把一个这种分周 就像我们刚才分周 我们其实就只有那五组 还是六组的这个数据 我用柱状图看趋势 那前面一周两周 然后到后面八周以上 那我其实用柱状图 也可以看得清楚 同样刚才那个图 其实做陷阱图 某种图上也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 所以这个其实只要你想清楚了 你要表达的点 就是我要想讲什么 核心的一个思路 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核心的故事 这个其实是最开始的一些思路 那在这里面 我其实只需要提点一些 就是我们在做整体里面 我有些图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避免 最核心的就是一个柄图 在实际的工作中 我们是通常是不建议大家 再就是直接发一个柄图出来 虽然这个里面你会看到说 我想讲构成 我想讲静态 然后柄图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实际上顶图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也是什么 就是你很难讲得清楚 不同的里面的数据之间的一个比例的结构 比如说我在这里展示的这个 视力的一个图里面 蓝色的和红色的区域之间 到底哪一个占比更高 这个其实是很难人在一眼中 就是能看出来的 其实可能你用相关的 比如说打个例子 说前面的这种比较里面用桥形图 或这种相关的这种柄状图 那你在里面标上数字 比如说这里面是25% 这里面是30% 但在这两个图里面 其实你很难肉眼直接看得出来 所以这里面必须要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丙图是有一个 在业内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在大家选择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其实更希望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叫 我个人珍藏的 也就是说走了很多这种行业 其实是有很多积累的 有几个这么好 非常好的图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掌握的 我们现在讲一个图叫做这个帕雷托图 帕雷托其实就是二八原则的这个 最新的这个原则嘛 就是帕雷托原则 那这里面其实 它的一个设计是什么呢 就是在帕雷托 在这个图里面 所有的柱状图是各个品类 就是我这里举的例子 品类的这样的一个收 这个销售的一个绝对值 这每一个柱子都是绝对值 那红线的这一块 是我们的这个累计 叫做累计的这个加总的值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值 从最开始的20% 然后逐渐逐渐的上升 一直到百分之百 就所有的这个列出来 它就是百分之百 那这个图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结合了前面 我们想看构成 但是它同时又给你们一个 你充分的信息 叫做就是绝对值的信息 就如果你用一些相对值 通常都是只有看到比例 但是这里面你可以一眼看过去 说我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前面大概三组的这个 产品 大概会占到我60%左右的销售收入 那这三组分别是哪三类的产品 那我整体的这个到什么地方会有80%呢 就是我们前面五组的这个数据 五组产品的数据 所以达到我整个80%的这样的一个分布 所以这个在做比如说产品的分类 在做用户的分类 你希望能够把资源尽可能的聚焦在你一些核心 想看的人 用户群体 或者是产品上 或者业务线上 其实非常好用的一个图 它同时综合了我们绝对值和相对值 和累计占比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 和一眼就让你去能够实现说 我在这个图里面可以得到我现在的信息 那这是第一个想给大家图 推荐的一个图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漏斗图 那漏斗图其实我相信很多时候 大家都比较常见的 就是在我们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电商的环境中 最开始是有一个 一个这个发送 用户的一个发送 推送的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有多少用户是点击的这个数据 有多少用户 有多少用户查看的数据 点击的数据 然后添加了购物车 到最后下单 那漏斗图其实是 很方便的放在 比如说两张漏斗图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 那不同的用户之间做一个对比 不同的时间段做一个对比 那其实是很容易得到 我们想看的一个结论 我们到底这个 这个流失 流失到哪里了 我们的这个漏水口 所有的漏水口 是出现在什么问题了 漏斗图是一个 是希望能够给大家 推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图 那第三个和第四个呢 我觉得在日常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我在个人的经验中和在组织内部的推广 就是这个图做出来 还是会很容易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所以在这里给推荐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我所谓的标霸图 标霸图是特别去实现说 我们要和一些标霸 就是target 就是你的bullet 你这个子弹和你这个target图 所以这个图在英文里面 叫做bullet graph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我在每一个这个看似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指标里面 融合了我做的好 还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对于每一个判断是怎么来的 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业务上去 做一些判断 但你可以看到我通过颜色的highlight 这个就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 这个可以认为是一个及格的线 这个就是我们不及格 那在每一个标霸图里面 这个横线 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target 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先有一个三段的中坏 然后呢我同时有的目标 然后呢我同时还可以显示 我现在的一个状态 位置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这个是超过达标 其实完成的非常好 在我的定义好空间 这个呢是完成的一般 且没有达标 那这个在一个很小的信息 你看到我这张图里面 其实融合了五个核心指标 就是收益 利润率 我们的核单价 我们的新用户的数量 我们的用户的满意度 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内 我其实融合了五个指标 好中坏的信息 以及我们业务的完成情况 这个其实是非常受用的一种图形 同样另外一块 一个总分图 其实我刚才虽然说了 丙图不好的一个点 就是你很难分清楚 比如说不同丙之间的 这个pide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关系 那我觉得这张图非常好用的是什么 就是同样和这个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所谓的这个图 就是两个图里面都融合了一个充分的信息 在这张图里面 我的重点不是在讲 我的不同的丙之间的大小的问题 我把我要highlight的点 大家回到刚才说的两个原则 对吧 我重点要讲什么 我其实不是在讲这个占比 我是在讲这个 我要讲清楚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全国分成了若干个区域 我希望你看到我这张图的时候 重点来看的这个 比如华东的区域 那华东的区域里面 我再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 按照比如说业务线 按照产品去 这个里面可能是他的这个 在这个里面的 绝对值得这个销售量的占比 销售量或者是销售量的占比 我其实整个的这个图放出来的思路是什么 我先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关注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业务上的事情 那这个里面有问题 我认为是他的里面 某一个业务线 或者是某一个产品出了问题 那有了这个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图里面 我其实也在我这一个 小小的这样的一页纸里面 融合了多种信息 我让受众能够迅速的get到我的点 能够去追踪 在我的引导之下 能够来集中到这一块 能够看到这块的问题 所以 这两个图里面 都是在相对比较狭小的空间里面 融合住了更多的信息 那 这是我终点推荐的第三和第四 那 第五个图 就是我经常也很喜欢做的一个图 叫做桑基图 那桑基图其实 回答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从A到B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那这个里面其实是按照说 我的业务的这种 用户的分布 那我从A到B 我在A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有三种可能性 三种可能性 它可能分组在不同的三组 那到了B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月以后 用户从 从第一个分区 到了第二个分区 它会落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举个例子说 A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可能是我们新课 就是所谓的 这个价值 我们把它分成高 中 低 三种价值 那到了B状态 我现在它变成老课 那我其实可能分成 还是高 那我可能中间会分得更细 中 就可能是高中 然后中低 那所有的这个新用户 比如说在10月份进来的用户 从左到右 假设这里同样是有10万个用户 那这里加总也同样是10万个用户 那哪些用户 是从最开始的高价值的新课进来 然后最后仍然保留成了高价值的老课 哪些用户是从高价值的新课进来 慢慢地变成了这种低价值的老课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图形 来表示我们用户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路径 那我在这里其实就给大家介绍了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种五种图形的一个势力 哈雷托图 漏斗图 标靶图 总分图和桑基图 其实在很多的场景里面 是能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更快的去理解业务的 那在这里呢 我先就是也是给 今天也是特别给大家准备 在我们还没有在做这个椰子挑战啊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为今天的直播的同学来专门 做了一个更好的准备 就我在这里面举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就是大家 我觉得大家看PPT也可能都有一些疲乏了 所以我专门去找了这样的例子 这个实际上是谷歌的它的一个 它有一个官方售卖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展示 还有一个这样类似于一个旗舰店 那在它有一套这种内部的一个分析体系 这个数据其实是每个用户都可以公开看的 那我在这里面其实会给大家找到一些 我们相关刚才讲的这样一些 可视化的一些图形的例子 就是这是一个电商的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面 大家会知道说我首先要关注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和相关的指标 就如果你打开 那我先把其他关掉 我们现在进到一个 我们并不是很熟悉的一个电商的场景 就是你完全跟我一样 你跟我都不知道这个店实际上销售什么 实际上是在做什么样的业务 但是我们通过一个用户分析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思路 我们是可以试图去理解一下 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 那首先你会看到 我一旦打开这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个页里面 我其实看到了最核心的几个指标是什么 第一用户 第二收入 第三转化 第四就是它的绘画 那其实它反映的是跟任何的电商的这个指标 看的是非常类似的 第一我要看我的用户的 整体的下单的用户的 访问用户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产生了多少的这个GMV 我的这个核心的转化率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开篇的一个 一个叙述 那在下面其实它会去讲说 我是如何获取用户的 那获取用户分成了若干个渠道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 就是一些非常典型的 这个叫叠加的柱状图 我通过不同的渠道来的用户 就我每个时间段 我通过不同来的用户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虽然你不懂它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叫直接来的渠道 的用户的数据是最多的 而且一直都是在每一天都是占比是最高的 OK绝大部分的用户 不是通过什么搜索引擎 或者是其他广告来的 又是直接来 输入我的网址访问我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的活跃用户的一个分布 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它什么时间在访问 用户是从什么国家和地区来的 它的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设备 所以在短短的这样一个滚动屏里面 你慢慢的就可以开始理解说 我在做一个这种 在它的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它是希望回答 第一我表现的怎么样 第二我的用户从哪里来 第三他什么时候访问 第四其实就是像 他会最经常的访问什么页面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大图 那在接下来的里面 其实他就会更好的利用 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具体的图 比如这里 就有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桑基图的一个非常好的展示 所以我想回答的问题就是用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就是我刚才说的桑基图一个最重要的用处 而这种用处在这种电商场里是非常常用的 我home就是我访问我的首页大概是七千多个用户 那我从其他的用户拉起来 那这些用户其实会流转到我的这个歧视网页 它的歧视网页 然后你会看到说有90%的用户其实都流失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后面会有第一次互动 就是点击了另外一个页面等等等 然后你最后可以看到第三次互动 最核心的 哪怕你对他的网站一无所知 你可以看出说 这个图其实可以明显告诉我 在这里流失的用户 就是来了一到歧视网页 用户直接离开了 这个比例太高了 就明显就是我在这样一个网站里面 我需要去优化的点 就是桑基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的展示 那第二个比如说我在电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漏斗 我刚才说的这个漏斗图 那在漏斗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 是从我们的最开始的这个添加购物车开始的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billing and shipping 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填寄送地址 然后下面一个是支付 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完成了 通过这个漏斗 其实我可以不仅可以看到每一个的转化率是什么 另外一块我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用户 他在流失了之后 流失了之后他去了什么页面 那这个里面的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整体的用户的转化链路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漏斗相对应的做一些比较 能够去找到说我们在什么时间点做得更好 我们时间点做得更差 那这里面其实就是通过真实的数据 来告诉大家说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电商环境里面 通常我们的这种相机图 我们的漏斗图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快速去锁定问题的 你可能在公司的后台系统里面 你会看到类似的这种指标的这种展示 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试着用现有的数据 来去做一些挖掘 那在我们今天的互动里面 我是希望大家来拿出一页纸 因为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里面 是可以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数据 我如果想把它放到一页纸里面 我该展示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那或者是说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是一页 就是叫一屏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屏幕就这么大 那在这个大屏里面 我需要去放什么指标来 说清楚一个自己的业务 那可能每个同学所在的这个业务线会有些不同 那这里呢 我也可以希望大家在这个评论里面 也可以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描述一下 或者用文字或者用口头来讲一下说 我希望放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数据里面 做用什么样的图来做一些展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 刚才现在在线的比如说孙思蒙同学 你会愿意来讲一下就是结合你自己业务 然后呢我们这里刚才也说了几种比较常见的图形 和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用的图形 你们有一些想法能够用它来展示自己的 业务中常见需要分析的一些数据的变化情况 或者其他在线的同学可以通过文字 或者通过语音都可以表达一下自己 第一你在业务中常见会用到一些什么指标 第二如果你要分析好坏 你打算用一些什么样的图形 来展示这些数据的变化情况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就在我们这个互动里面 其实我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之前讲的叫这个一个直销银行 来做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报表 那这个我觉得虽然我标的是案例 那我觉得刚才展示的那个网站 我真的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在这里面我更多是希望大家能够来挑刺 来跟我一起来挑刺说 你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地方 你做的是不好的 从我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 那因为直销银行嘛 它其实核心这个概念 在金融业的同学应该是有了解 就是前两年直销银行这个事 还是非常火的对吧 通过减少它这个开户的这个难度 能够吸纳别的银行的一些用户 来我这注册成二类户 能够用我的一些金融的产品 那现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火 有各种监管的原因 那在这里面我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一些设计思路 然后有同学们也可以来来找一些查 那在我的整个里面 我其实是通过了第一 在这里面集中了最核心的 跟刚才的这个谷歌的那个 不是非常像的 以我的注册用户是怎么样的 我的活跃用户 以及我的这个产品收入 是什么样子 这三个核心指标 我们选择直接用大树放出来 这个的确也是可视化 就是某种情况是可视化的一种 一种选择吧 就我不用做图标 我只用大树来展示 那下面的上面这一块 就以这个来分层 上面的半部分 更多的是贴近用户注册 用户的运营这一块 就第一 我的用户注册 那在这里面常规的 我们会有一个每日的这个注册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下面呢 我其实觉得这个 我当然印象是非常深的 那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花火 就是我其实结合了刚才说的那个总分图的一些思路 就是设计的这样一个我现在总计和我过去12个月回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表现 就是我目前整体的注册量是怎么样的 然后每个月最近每18个月的这个分布是那样的 那每一个这个小柱子加总其实就等于是这个 也是涉及到用户的这个注册的注册的这种达标率和他的这个整体的运营状况 那这里面是用了这个叫donut的这个圈图来表示更好 这个更好的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这个用用户运营的状况 那对不同的数据 我其实会用不同的颜色 是80%是绿色 60%是相比及格 然后这两个其实是不及格 那这个就是上面的实际 然后下面的话 其实更多的就是聚焦的产品 那这两块日和月 那其实都是有更多的是结合刚才的思路 就是看短线和看场线 那在这里面呢 稍微是有点有更多的这种思考在里面 就是我放的是这个 那是预计的就放的是一个交易额的分布 那其实它是以在这种 第一是产品的交叉 第二是月的交叉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多维的图 但是当时利用Tablo其实做成了这种 在这种 因为这里面如果放数 或者放任何的指标 你其实都是很难看得清楚 这个图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让你能快速的找出 你到底哪个产品是这种热销的 或者是在什么时间段是热销的 这里面其实最后都是一些基金和理财的产品 那通过这个图 它的这个面积 其实代表了当时的这个销售的状况 且它是拉开的长线来看 融合了很多的这种信息 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围绕着产品的一个概念 这个也可以留给大家能够去慢慢的思考 就是但是我们整体来说是保持 整个页面是保持在一个屏的 你打开我们是不需要滚动 通过这个合理的这个格式的调整 我们是把它保持在一页的格式 这样的话比如说发战报 发这种周报月报 我们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的能够去一眼看出 我整个的报表想展示说我们现在的数量和这个用户运营的状况 如果你要我现在就我自己来自我检讨和挑刺的话 我个人认为其实在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里其实是应该有对比值 就我在这里累计注册 本月活跃和产品收入 只放这种绝对值其实也是不合理 要在这里应该是要更多的这种括号 然后加上一个日月周的这种环比 能够告诉我说我现在至少比上一次来看这个报表的时候 进展是这样子的 给大家结合自己的业务 结合自己你对这个数据的理解 也可以来提一些自己的建议 能够去总结出你来去做 怎么样去把这个报表做得更好 这个其实是可视化分析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有业务的见解 然后同时你也要有不断的自我调整 去看到一些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那同样这里也是一个讨论的例子 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现在在做双11 就是你会看到 不好意思 现在就是我最近能够找到的一次 就是图片稍微有点模糊 因为在网上现在 就是对今年的还没有出来 但是前几年我能找到的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图 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大屏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一屏来讲这个数据 那你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的业务 如果是这个双11的这个 双11的这个数据 我怎么去说做的好还是做的不好 第一我要看我的核心指标是什么 就是我的这个交易量 交易量是怎么样子的 那为了突出我的双11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我是放在这里还有个美元的一个对比 那包括我非常重点的希望我的用户都是通过移动端来成交的 所以我会放这个无限的这样一个成交占比的指标 那如果分布开来我中间会放一个这么非常闪亮的这样的一个 折现图然后在上面标出重点的点 那这里其实就是一天24小时 如果不同的这个点标注出来说 我再不断走上一个这个峰值 那左右两边那其实从大平的设计来说 或者说从其他可视化的角度来说 你一眼看过去你肯定看到是正中 然后你才会去看到旁边的这些零散的这个图 那你其实会发现这边是讲这个全球热卖 就是讲产品的分布 然后这个是讲突出我的物流的能力 然后右边是讲了这个全球的这个交易热度 然后以及我国家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区域的热度 总体来说想突出什么信息 就如果你是看到这个图 你想被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 一个盛世的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event 我不仅在GMD上上升了 然后呢我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 随着时间一步步突破这个值的 那同时我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物流和产品体系 以及我在中国和在世界都非常能够受到这个用户的热情 所以这个总体就是他想传递的信息 你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设计他的图 他的整个的布局 他选择 如果你回过N年前 去翻一下最开始的双十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可视化的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光兔兔虽然那个时候也会知道说 我也想看这个核心指标 那除了这个我好像也想出特别多的这种思路 然后似乎也有一些原来这些路径 但是放了太多了 你看放了太多的这个地图了 放眼望去全是地图 这个明显就是不合理的一种设计和规范 不太清楚当时自己还想表达出除了我售卖的成功之外 还有什么信息我希望传递给我的看这个图的这个用户 这里是给大家举一个小的例子 结合看这些差的 然后看一些相对信息比较集中的 你才能慢慢的知道说我可视化分析能够做到一些什么样的深度 那讲完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可视化 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到增加进阶的这个分析的维度 进阶分析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漏斗 然后是我们队列 然后是我们这个聚类和分类 这四个主要的子类目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漏斗和路径的分析 其实刚才在提那个桑基图 所提这个漏斗的时候 它的背后 就是做这些图的背后 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叫漏斗和路径的分析 我新回答的就是 我们的用户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分析里面最典型的应用 就是我们任何可以说任何有起点和终点的这个场景 都非常适用于我们这个漏斗和相关路径分析 就是网页的访问 用户AP的访问 总是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 你的你有时候可能是有目标的 你的目标可能是一个比如电商的转化 那其实就是你的目标 但是有些场景可能是没有目标的 比如说一些内容的论坛 一些这种音频视频的播放 你并不一定需要他有一个特定的就是完单 就是下单结账的这样一个目标 但是他的确有一个用户进入的一个起点 和他离开的一个终点 那所有的这些都是适用于我们的漏斗路径的分析 那他的解读是什么 就永远都是去找这个输水口 或者叫转化率的低点 那我们前面在做那个指标拆解的时候 其实是讲了这个一个最终的转化率 其实等于每一层的这个转化率的相乘 你不管是从出水口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还是去从转化率的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你始终是去找这个漏斗的问题在哪 或者路径的问题在哪 就像刚才一眼看过去 有90%的用户都在访问了你的一个网站的页面 然后就离开了 没有做任何的交互 没有在做任何的点击 没有添加购物车 没有任何的行为 来了就走了 这肯定是非常大的问题 需要去做产品段的排查和这个分析 那从常见的 我们前面讲的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思路 在这里会得到非常好的体现 因为生命周期本身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就是有起点和终点 我们最开始讲了 获客成长到留存 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角度来 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就是这个叫海盗模型 就是海盗的这个经常的呼喊的一个发音的一个缩写 那其实它就是把我们前面的获客成长留存 然后拆分的更细 然后有更多的下一级的成分 就是前面我们还是获客 激活这个其实就是新客要做的事情 然后留存就是我们老客 其实后面这个都是老客的要做的事情 只不过呢 在这个AR模型里面 是把老客能做的事情 除了留存以为 把它的增长变成了一个变现和推荐 那他的这种用户分析的思路是什么 就是老客除了在我这儿花钱 就是我们的变现是在我这儿花钱之外 仍然还有一个老代新的过程 就通过老客 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新的用户 所以不管是你用前面的简单的 获客留存 获客存长留存 还是你用AR模型 这都是我们路径分析的一个思路 就像一加N加N一样 你怎么去把这个路径拆分成不同的组 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业务的判断 和思维在里面 那路径的几个场景 这个里面第一个就比较典型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电商转化的 这个三段的这个场景 这个是漏斗里面 或者路径里面讲的最多了 浏览到点击 点击到交构车 购物车到支付 那这三个的交叉 就是你最终的一个UV道的转化率 所以在这里 如果你要找这种转化率整体的分析 最常见的就是把它拆成不同的商品 然后去看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 所以漏斗分析 路径分析 在这里面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电商的这样一个转化 那同样的在我们的这种金融场景里面 也可以适用在比如说我们的信用卡分析 信用卡从选卡页面 到这个个人信息页 到原信息页 到最后单位 到提交 每一层都是有一个漏斗的留存 用户离开了这个页面 以后去了哪里 他为什么没有完成到下一页面 出了什么问题 那始终我们一个 他的一个点 就是找到我们的出水口 我们的这个出水口 在问题在哪里 需要去做一些什么解决 比如说很多选卡页面 到个人信息页面 出现了很大的漏斗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卡片的一些描述 不够吸引人 不够能打动我们的用户 那如果后面的这些信息的填写页 是不是用户对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信息的保存 和这种隐私的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有疑虑的 那可能好我们想 那如果最后的这种提交成功 一般到最后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 那如果这里有问题 是不是我们产品的功能上 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不兼容某些特定的APP 或者是浏览器 都会需要按照我们这个漏斗的出水口 去做一些对焦和优化的 那同样在另外一块用户的这种路径里面 比较常见的 就是刚才这种漏斗 你也可以同样用桑基图的方式去展现 那通过我们的这个桑基图 其实你就是把前面的漏斗 做得更完善的 因为你漏斗其实只看到了整个的这个转化 从上至下的链路 那通过桑基图 你其实可以挑出我的这些油市的用户都去了哪里 他点击了什么 他后续在我的APP上做了一些时能的变化 所以可视化的这两个工具呢 其实是帮助你更好的去展示你的数据 展示你的问题的 你只要你在前面是有一个相对应比较成熟的 这样的一个用户的运营的链路 保持住这个思路 那你用什么样的图形展示都是可选的 你重点就是去找出我们的策略的这个缺口是在哪里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能够做得更优化 那这就是我们漏斗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路径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对列分析 对列分析最典型的用途 就是做我们注册用户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流存 那我这里其实也举了一个小的例子 就是之前做这种酒店页的这个用户注册之后的一个流存的问题 但大体上所有做对列分析的图都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所有我们会以每日的这个新注册用户 比如这一万多是9月1号当时新注册的用户 那我会去看它在9月2号的流存 在9月3号的流存 在9月4号的流存 依次往后 那同样的对于9月2号 我的8000的用户 那对应到这一格的话 那其实就是它9月3号的流存 那我们是以每一个用户当时的注册的时间作为T 然后依次去看它相对应的后面的流存率会到什么水平 总体上来说是用来控制我们每一波 就是怎么叫对列啊 这个对列其实就是英文的叫cohort 或者其实中文有这种说法叫群组 我是会认为每一组用户 每一组用户可能会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它日常的这种流存会的这个点 就是降这个流存的点会出现在什么区域 那在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T加1的流存 大家其实都是OK的 那T加2到T加3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个加降 然后到T加5T加6就会降到60%左右 前面可能在70%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抓的一个点 在T加4或者T加5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用户的这个流存的一个低点 那我是不是就是到了T加15 其实就只有40%多 那这里面给我们的用户的运营的同学来说 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更好地把握 我的处打用户的一个时间段 我是在这个点明显是要去做一些更多的策略 来防止它到后面流失的流失率更大 那所以第一是横向的去看 看找到我们的这个流存的关键时间点 第二的话是纵向的去看 我们不同的用户的数据 在各个时间段是否是保持一个稳定 那横向的就是用来去找 我们这个流存的时间点关键 然后纵向的流存的用户 可能会随着我们大促 随着我们新开的这个APP的版本 等等这些问题去影响用户注册的来源 那如果我们发现某一个时间点 它的整体的流存率变好了 比如说这里看到了9月3号 这里注册的这个用户的流存率非常好 那我们就需要再去细拆说 这些用户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因为什么offer或者是什么样的优惠 进到我们的这个用户群体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特征 如果同样的有些数据